大家好,我是小马,本期视频是Keycolog课程的第十二期,本期的主题呢,大家请看我的标题,面向批处理程序的认证处理,什么意思? 大家请想,到上期为止,小马给您介绍的各种应用都是什么?都是咱们用户进行登录,咱们用Keycolog保护咱们的外部用程序, 用户想使用它,就必须输入ID password等等呢,进行认证,如果它认证成功之后,咱们的Keycolog会给它发行令牌token,对吧? 用户呢,拿着这个令牌token呢,才可以访问到咱们被保护的外部应用程序,到上期为止,小马呢,给您演示的都是这种认证处理,对吧? OK,但是,在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,您一定会有一种叫做批处理程序,后台跑的批处理Batch程序,对吧? 深夜要进行各种收盘作业,要跑的各种Batch处理,这种处理,它也要访问咱们受保护的网站,受保护的URL,该怎么做? 因为霸气处理,它不会输入ID password进行认证,咱们也不应该让它输入ID password进行认证,咱们就需要有一种机制呢,让咱们可以应对霸气处理,来进行认证,该怎么做?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,让咱们马上开始吧! 好的,闲言少叙,马上看一下,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,面向批处理程序的认证处理,实现客户端直接获取令牌,而不需要客户端进行登录,一般来说,咱们如果客户端是个用户的话,那么呢,需要输它的ID password进行登录,后台批处理则不需要,咱们呢,就要有一种机制,让它可以直接获得令牌,这种处理呢,稍微一点不安全,您要注意哦! 好,好,闲少叙,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,按照惯例,首先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! 大家请看这张图,这张图呢,是到上期为止,咱们所有的认证流程,无非就是用户呢,想使用咱们应用程序,咱们呢,加上KeyCode呢,对它进行认证,如果用户访问的受保护资源时,就必须要求用户呢,输入它的认证信息, 然后呢,给它发行令牌,才可以使用,对吧?到上期为止,咱们讲解的呢,都是这种认证架构,但是今天,咱们要讲解一种新的认证架构,大家请看下面这张图, 大家请看,如果咱们是一个后台批处理程序,它呢,也不能输入ID password了,对吧? 但是,咱们还需要让它去访问资源保护的这些个内容,该怎么做,大家请看,咱们呢,需要在批处理程序当中,为它注册一个密钥, 批处理程序,当执行时,会把密钥呢,发到咱们KeyCode呢,进行认证,咱们KeyCode一看,哦,你有这个密钥, 它呢,就认为你是合法的客户端程序,就会自动发行token过来,那么咱们批处理程序,拿到token之后,就可以像正常的用户login之后一样,来访问咱们受保护的资源,该怎么做,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,小马呢,会给您演示这整个流程哦,该怎么做呢? 今天呢,大体上有五个步骤要做,首先,咱们建立一个专门被批处理用的客户端,叫做BatchClient, 然后呢,咱们需要获取一下OpenID的终端令牌,接下来,咱们修改上期的Express外部应用程序,来使用Batch客户端进行认证, 最后,咱们呢,用命令行来获取令牌,并且呢,通过命令行来访问咱们受保护的应用程序, 看咱们能否在命令行模式就能够读取到受保护的资源,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,小马呢,从灵给大家一步一步演示全过程哦!